在电视上或者是一些报章杂志上呢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介绍出家人的生活的文章或者是节目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出家人除了诵经拜佛跟打坐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健身或是休闲活动 那么究竟出家人能不能够参加各类运动或者是休闲活动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我们出家人呢并不是没有活动 我们有活动 我们出家人也不是没有运动 我们有很多种运动 不过呢 现在的人啊 什么打篮球啦 什么打乒乓球啊 打羽毛球啊 打网球啊 踢足球啊 游泳啊 射箭啊 骑马啊 这些打高速球啊 像这些运动呢 这是新式的西方式的运动啊 对我们出家人来讲到现在为止还不习惯 所以是呢 我们出家人呢 如果到了这种场合去做运动的时候呢 可能人家会觉得我们觉得 就我们奇怪 这个出家人怎么也在这种场合出现呢 但是出家人是不是有运动呢 我们当然有很多运动 是不是有活动呢 我们当然有活动 我们做的活动蛮多的 特别是像我们发古山 以及现在有好多的佛教团体啊 出家人 他都非常的忙啊 忙着做什么 忙着做 自己在修行 忙着帮助人家修行 忙着用佛法来帮助自己 用佛法来帮助人 在这种活动 我们几乎天天有 像我们农场市 以及所有的 一些正规的佛教道场啊 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 多半是这样的啊 到晚上四点钟啊 休息 晚上夜里边最多睡六个小时 有时候只能睡到五个小时 像我个人 大概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啊 这个睡眠的时间很短 但是呢 工作的时间 这个互动的时间 相当的多 那么打坐算不算运动呢 打坐也算运动的 我们打坐的运动啊 是我们气温的运动 虽然我们肢体没有运动 但是内部的这个 循环系统在运动 消化系统在运动 内分泌系统在运动 那都是运动嘛 另外我们出家人呢 在这个特别是禅宗的出家人呢 都会有啊 这个运动的方法 那除了拜佛 这个磕大头 算是最好的 相当好的运动之外呢 我们有啊 像这个少林寺有什么 有少林拳 那我个人呢 从小就是 血骨少林拳 也练少林拳 那么现在呢 像我们寺院里面呢 也叫人家太极拳 御驾运动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有时候 也请气功的老师啊 来教我们气功的运动 那么像这种运动法 都是目的呢 是从动中去进 进中去动 用这种啊 在原理啊 来做运动的 那么这一说啊 是不是可以打篮球 是不是可以啊 打足球啊 是这样子的 我们出家人呢 激励的运动 是不奢依的 而是不可以的 还有呢 肢体有冲突的 那种运动啊 我们是不能够 不能够有的 就是有伤 我们的威仪啊 这个对于 我们出家人 有出家人的威仪 如果是参加 激励的运动的时候啊 就表现出一种竞争的 互相的竞争呢 一种你争我斗的 那种啊 心态和那种的一种表情 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尽量地啊 像这种激励的运动啊 我们不要做 可是呢 如果说这个轻松的一种运动啊 无伤大雅的运动啊 在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羽毛球 两个人打羽毛球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个是一个轻柔的运动啊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如果说是那个一个 一个组一个组 是打排球打篮球 像这种运动 是不是可以提倡呢 现在也有副教的团体和法师啊 他们主张啊 可以打 那在我来讲的话 我比较保守 我本能说他们是犯戒 但是呢 我想我是还没有主张啊 我们这个土家人 一个比丘尼队 两个和尚队 来去做球 打篮球 我想啊 如果风气形成了 大家都这么做了 我反对也没有用 但是呢 在目前来讲啊 我想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至于说 我们出家人呢 是不是反对运动 没有 在家人 应该有的一种啊 运动的方式 我们呢 是不会反对的 那在出家人呢 总是有个出家人的威仪啊 像比如说我们出家人 穿了长衫 你去打篮球 总是不好意思嘛 也不能打啊 穿了长衫 踢足球 这也不像样子嘛 我也没有看到 像西方的那些神父啊 那些修女啊 这个参加这个 试运会的 这个 奥林匹克什么 试运会的竞技比赛 我好像也没有看到过 因此呢 我想出家人呢 就是出家人 就有出家人的一种啊 生活方式 出家人呢 有出家人的啊 一种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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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表 规范 不能够啊 说在家人做的 我们出家人都要做 虽然也不杀 也不偷 也不强 也不啊 赢 但是呢 在这个动作上面呢 在位移上面 宗教师 还是宗教师啊 宗教师啊 应该 跟一般的 苏人呢 有所不同的地方 这是呢 我对于啊 这个 所谓 要不要 有运动啊 或者是 能不能运动的 一种看法 但是我们 在 寺院里面呢 不缺少运动啊 我们现在 出家的那种 运动的方法 也不仅仅是 出家人在用 我们在家居士啊 也在用的 所以是 不要担心着 我们出家人 没有运动 吴米托福 感谢大家